如果你真的是起跑式匹刹 应该怎么练一字吗 方法一 可以找一个比平地高的东西 把腿放上去耗着 这个耗下去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平地匹刹180度真的是太简单了 你们不要觉得我在一本正经的说废话 真的是这个道理 先耗高的哪怕高的耗不下去 你都能发现低的能下去 方法二 找一个心狠的老师 让他给你直接踩一脚 如果你觉得前两种方法 太漫长 太暴力 又太痛苦 那就只能一步一步来了 老板 先去天狱了 一个人推着后背 不要压活了 压活的时候一把活压坐 你也可以坐在上面 像这样一样 带住我们应该怎么坐上去 对啊 你现在下去的话 然后两个手放在上去 脚背都可以慢慢往前走 对 然后冲着凳子 后边小背给你踩一下 你要跟人家说一说 你注意事项 低一点 前腿不要扣啊 来了 把前腿撞开 对 然后往前 后跨根 好多人都认为 前腿下去了 这样竖刹其实就是下去了 但是完全不是 最主要的是后跨 你只有后跨下去了 竖刹才算真正的下去 这都是假的 这都是骗人的 但是放后跨的前提 前腿 前腿是不许扣的 转开一点点 可以手扶一下 可以用你的左手去扶一下 对 转开一点 对 没有错 就是这样 就得注意两个思想 然后压腿的轮要把脚绷起来 一定要学会绷脚啊 你现在压腿的轮要不会绷脚 等你 鞋鞋的轮更不容易绷脚 就这些